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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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书法仍然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一种形式 人民群众对书法的喜爱也一致是不断蓬勃高涨的 中国书法在发展历程中之所以能够不间断传统 而且能够成为传统艺术的普遍形式 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中国的书法从来就是和情境相交融会的 是在和情境的关系中来体现书法的内容的价值和书法美学的价值 春联是迎联的一种也就是春节时贴在门营上的对联 在中国的实用性书法中迎联是最大的一宗 迎联以明确的抒情性表意性和装饰性而广泛应用于很多社会领域 迎联的语意内涵固然重要 但正是由于书法形式的观赏美 它才被摆到门营这样的显眼位置 可以说如果没有书法艺术可能就不会有迎联 迎联将视觉艺术与语意内涵融为一体 具有书法形式与文学内涵的双重审美价值 所以获得了最体面的位置 迎联这种书法文化形式深为人民喜爱 在苏州苍浪区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迎联老人 1992年郭成禄退休后便穿行于苏州古城 抄路悬挂在各处的迎联 平时郭成禄上午外出抄路各处迎联 下午回家后腾写到宣纸上 就这样寒暑不错风雨无阻 他计划把苏州城各处悬挂的对联都抄路下来 编成一部书 现在已经自己装订长册的 有迎联三百家迎联续编等 从这些朴素的册页上 可以看到中国迎联文化的不觉如履 史册在民 书州现在的迎联是很多的 这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 是吧 那么我说要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整理成册 以后有条件了 那去出版 出版这个也好嘛 这个留给好人 除了春联迎联之外 书法作品也广泛应用在各种非节日的社会仪式中 比如婚礼上的喜联 祝寿大礼上的贺联 甚至丧礼上的晚联 都以书法为表达形式 来充实婚丧嫁娶 贺旦败寿 等仪式的文化内容 增加仪式的文化色彩 表达仪式主办者与参加者的主题意图 情感寄托 价值观念等等 在这些领域 书法又表现出自己与公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1872年3月20日 是清代同志11年农历2月初四 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任上领事 随后的丧礼办得极为隆重 完全是国葬规格 曾国藩的功勋与声望 当时无人可敌 亲朋好友 学生旧部等 送到丧礼上的婉联数以千金 其中一个人是否会送来婉联 让大家颇废猜测 这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原是曾国藩的学生和部下 后来左侍功勋声望 隐隐有分庭抗礼之事 左宗棠不仅在平定内乱时 功勋卓著 而且收复新疆 稳定边陲 有决定性贡献 因而被誉为当时第一大将 其推动近代工业化 同样成效突出 连曾国藩本人也极为推崇左宗棠 但二人政见多有不合 左宗棠这样的重要人 能否在曾国藩盖官之时 捐起钱钱 为故人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呢 众人猜测期盼之时 左宗棠婉联送道 打开一看 果然是明动当代的左体大字 知人之名 谋国之中 自愧不如远府 同心若今 工作若实 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在上连 表达了对老上级的钦佩敬福 下连倾诉左侍自己 和老师同心为国 齐力断金 互相鼓励 无负平生的情谊 其间纵有意见不合 那也都是为国为民 出以公心 属于大臣职责 君子之政 与小人之间的 隐私捣鬼 有天壤之别 左宗棠这样的一幅 晚连一道 曾是何家奔走相告 丧礼在场者 敬仰为官 一首朴厚堂皇的大字 更显示出书写者的 磊弱胸襟 两大政治家的一生交往 满腹心事 用一幅书法 交代的光丰祭月 每个会写汉字的人 都有自己的书法认知 都想探寻中国书法的奥秘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五个设置组 跋涉将近十万里 走访考古遗迹 和博物馆数百处 揭示中华文明 核心符号体系的核心价值 请看八级大型历史文献片 中国书法五千年 左宗堂在当时属于书法名家 其作品至今都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左宗堂书法有位碑一意 节字严谨 朴厚高古 也融合铁学风范 实践爽艺 总体上凝练豪壮 气韵陈雪 雍容大多 康有为在广义州双集中 概括左宗堂书法为 比例雄见 风格好迈 左宗堂书法佳作 出现在曾国藩的丧礼上 不仅是令人感动的社会礼仪事件 甚至是万众瞩目的政治事件 书法的社会功用可见一斑 在书法的社会仪式化应用中 虽然语境内容是核心 但如果没有书法形式 这些语意内容就失去了恰当的载体 这时候的书法 既是形式 也是内容 至少是有意味的形式 这种形式能够大大强化仪式的社会意义 书法应情境而生命长久 情境应书法而内涵俱增 通过情境的转换 可以更加深入地 更加真切地感受书法的内涵 由此来提倡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 要更多地铁进生活 铁进实际 使书法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式 能够发扬传统和创新的精神 在中国美术馆2010年蜡月的情境书法大展中 特别关注书法艺术在社会情境中的公共化应用 这场大展的百页文心板块被突出的部分是商铺牌匾 书法名家为店铺提写牌匾 是书法公共化应用的重要体现 商业牌匾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商业语言和文化符号 是融汉语言 汉字书法 制作工艺和文化心理与一体的综合艺术作品 商铺整天面对消费大众 总是需要宣传自己 名人以出众的书法为店铺书写牌匾 不仅使店面具有实用指示标志 而且增添店面的视觉美感元素 甚至成为店面文化身份的象征 同时具有很好的商业宣传效果 如果一个店铺能够有名人光临 并且亲笔题字 这等于最体面的信誉背书 胡青玉堂排便比较多 整个古建筑群一共有五六十块排便 那么只有一块排便 它是朝内挂的 它是给我们内部的职工看的 要求采购的药品一定要到地 加工的过程一定要精益求精 这基本是1874年 胡雪原创堂的时候 亲笔写下的一块便 主题意思就是戒气 那么这块便上一共有102个字 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制药关系人的性命 绝对不能骗人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话 这个是我们胡青玉堂的正管之宝 叫金铲银锅 因为它的铲子的话是用黄金来打造的 锅子的话是整个用白银造的 是用来炒药的 就炒这个药直血散 这个里面的话呢 用到一个原料是朱砂 朱砂的话它是一种矿物药 那么用铜铁锅来炒这个药的话 就很容易产生这个化学反应 再会影响药效 金银合银的话 它是属于这个惰性金属 可以保证药品的质量的 那么胡血炎的话呢 为了使这个胡青玉堂的药品质量更好 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 它可以不惜花费血本 北京古玩大殿荣宝斋扁鹅 最早由清朝状元陆润祥提携 后来徐悲鸿 郭墨若等名家都有提携 名人以出众的书法 为店铺书写牌匾 当然也让这些经营古董文丸的店铺 大有脸面 如此等等 这些都成为古都商业文化的风光 当年北京老字号门楣上 那一道道古雅精美的牌匾 承载着一幅幅美妙绝伦的书法作品 是中国牌匾文化的规律景观 标志着城市的文化品格 也是京城商业繁荣的见证 书法名家为店铺提携牌匾 也就是书法的公共应用 书法走出书斋为大众服 香港东华医院 是香港第一所按照现代西方医院模式 创办的中医院 至今已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虽然世事沧桑 但它仍然保持了自己顽强的事业连续性 即使在西医全面引入本院医疗体系之后 它依然保有自己的文化血脉 古色古香的牌匾和银帘 以典雅的文词 记载着它赠要诗衣的义举 更用优美的书法 彰显它亲和人间的面貌 造就性灵春暖的氛围 书法成了医院诗会人间的点题标志 认识情境中的书法 一方面依然要欣赏书写的自身技法 同时还要关注书法艺术作品 存在的社会应用环境 书法作品与存在环境之间的文化互动 会使书法获得更为丰富的情境生命 这种情境生命 也就是书法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价值 2010年蜡月的中国美术馆 情境书法大展 有园林高制板块 书法成为园林景观要素 是中国园林建设艺术的独有现象 《红楼梦》中甲府大官员建成之后 家长贾正特别强调说 若大景致若干停泄 无字标题 也觉辽落无趣 任有花柳山水 也断不能生色 这些话本身就是园林书法价值的极好说明 贾正说完就领着一干门客 带上宝玉 转变了大官员 给若干景点一一取名 随之提字挂匾 配置迎联 这些匾额迎联书法作品 都是对景区特色的诗意总结 极尽美感呈现 成为大官员景致的点睛之笔 设想如果没有匾额迎联书法的庄点 一座大官员会缺失多少雅致 一部红楼梦会失去多少风韵 如果说大官员的园林书法 还是小说的曲构美化 那么欲满天下的苏州园林里 就实际存在着普遍例证 苏州园林中的书法艺术 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 相得一张 游览苏州园林 到处可见书法元素的存在 平台楼阁 唐馆摘轩 狼蟹强柱等处 乃至假山历史等平面空间 都有个体书法作品点缀 书法形式多姿多态 诸如匾额 中堂 迎联 调幅 气石 砖雕 墙式等样 从实用层面上说 园林建筑中的书法作品 被用来分隔建筑区域 暗示空间序列 标明方位 提示路径 确认实体功能等 各种形态的园林书法作品 还丰富了建筑的装饰语言 为园林景观 确立了文化性的视觉中心 并强化了景区的主题性 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说 这些园林书法 表达着原准的雅思意趣 情怀金宝 这些园林书法作品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在优雅沉说着 园林的文化内涵 表达着园林建造者的寓意 书法是必不可少的 一种艺术装饰媒件 那么在世外的时候 它起着一种引颈的功能 比如说砖额上的文字 那么它更多的作用 体现在这个建筑的里面 它起着分隔空间 营造这种空间性格 以及区分位置等 这些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不同的建筑 听堂 它要求一种正大堂皇的气象 那么它的书法的装饰 一般来说 就是应该是正体制 而且是一种 比较中规中矩的正体制 那么书法呢 一些文字 书法 它就比较典雅 比较有趣味 体现出主人的这种 情操 人格与理想 那么在廷和宣 这种比较小型的建筑里面 它的一些书法要求小型化 苏州园林书法 较多的物质载体 还有书条石和磨牙石刻 以刘园 狮子林 遗园 网狮园 最为集中 走在曲折长廊 仿佛融进悠长的书法石隧道 实体景观与书法景观 映衬生姿 刘园法帖中 有唐代储岁良所书的诗经 宋代苏氏写旧的赤壁妇 明代董奇昌洛比的曹植洛神妇等 数量可观 制作精美 遗园驱狼的狼壁上 欠有王羲之 怀素 米福 等书家的名课 加上原西部狼内的书条石 既有一百零一块 称为遗园法帖 这些诗课 根据送他们 勾模复刻 极为珍贵 除书条石外 苏州园林碧郎间 也诗有碑听 内容多为纪念性的书法遗迹 狮子林长廊的墙壁上 嵌有七十一方书碑 主要是听语楼藏帖 听语楼藏帖书条石 继清代收藏家周丽雅 主持制作 他把自己所藏历代名家的 法帖真迹勾模乐实 书碑嵌步在长廊笔尖 其手第一方 是晚清书法家 吴昌硕提写的 十股门体撰字 听语楼藏帖 高股仓谱 引人忧思 后面的书碑琳琅满目 想象当年春朝秋夕 园林主人与三二同好 晚赏于满壁法帖之前 墨运花香 笔质风轻 何等雅趣 而今万千游览者得以贡赏 当年的书客制作者 留下了多少文化功德 狮子林书法真品中的 文天祥诗碑 更有独特价值 文天祥书法 也是一代翘楚 只是由于深造战乱 传世真迹很少 因此 狮子林文天祥诗碑 欲显珍贵 文天祥的草术 跟陆游的 可以像避免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非常精彩 这个东西 虽然狂 但是也很精道 当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别墅 或寺院而建造的时候 这些书法作品是园林的美学构成部分 当苏州园林成为公众游览地的时候 园林书法就是公共空间中的审美对象 苏州园林中的书法作品 增加了园林艺术的文化观赏景 看景中伴随独景 其文化情趣别致而丰扰 书法给园林景观增添了书香墨韵 建筑美 由此更赋予灵性纵深 园林书法作品 既开阔了园林景观的诗情画意 又深化了园林艺术的美学韵质 营造出超越景物实体的意境 书法匾额迎连 给予园林意境以新的美学维度 体现着园林的气质与格调 一处园林家景 恰当装点一幅书法作品 会韵质陡身 如果没有这样的书法作品 则可能风雾诗神 其实 无论是空间较小的园林 还是对于一片范围更大的景区 好的书法作品恰当植入其中 都能够笼化起文化内涵 提高审美品味 对景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说明圣景观是画卷 明圣景观之间的书法作品 就是题画诗 优秀书法作品 植入自然与历史文化景观 会极大丰富景观的文化构成元素 所以风景名圣中的名家书法 被称为风景中的风景 天下向往的西湖 是全国迎联最多的景区之一 据说总数在千福之上 处处可见书法作品的置入 他们引人赏读玩味 深思感悟 寄情信发 浮想联天 这时 明圣景观是书法文化的托局 书法作品为明圣景观升华灵性 它这个西湖能够进入到世界一切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除了它的自然风光以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文含量 它的人文含量其中有一个方面 它的整体和要素 就是书法艺术 就是他们书法艺术派上出来的联别 西湖的自然景观 与密集的人文景观交融归映 非书法迎联的意义名粹与彰显 则不足以传神 西陵桥畔的苏小小墓 墓才亭 是迎联密度最高的一处景点 六根方柱上 共有二十四个书写平面 提刻了二十四条连文 篆 历 行 草 各书体都有 苏小小是南奇史 前堂名记 虽身在歌楼 却洁身自好 以才情为诗人敬重与轻慕 不幸春红早雕 苏小小谢氏不久 她资助过的书生科举高中之后围观 但来答谢小小的挤注之情 却不料三十八已经掩没了绝代风华 书生将苏小小葬于西陵桥畔 并在墓上建庭 取名墓才庭 苏小小的身世和爱情都七万动人 历代关于苏小小仪式的诗文和戏曲 唐代大师人李赫的苏小小木一诗 写绝了倩侣幽魂的七美哀怨 幽兰路如提眼 无物结童心 烟花不堪见 草如荫 松如盖 风为长 水为配 油壁车 西香带 冷脆竹 牢光彩 西陵下 风吹雨 湖山此地曾埋玉 花月其人可注金 树莲幽丝 鸣刻了百代西湖佳花 设想 如果木材亭上没有这些书法佳作 只剩荒种素食 哪里还有西陵桥畔的文采风流 西陵桥东侧是西湖著名的景点孤山 在孤山深处有一座梅林环抱的坟营 这是清嘉庆二十五年 林则徐接任杭家湖倒台后 自己出资为宋代隐世诗人林波重修的墓 高氏林波隐居在孤山二十余年 副诗作词 栽梅养赫字于终身不取 人称梅七赫子 其代表作《山源小梅》诗句 书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是千古永梅绝唱 被传送不息 宋代隐世林波墓旁现存的《武鹤赫课诗》 施作于清康熙三十五年 碑上课有康熙皇帝 临摹明代书法家董奇昌的行草书法《武鹤赫》 《武鹤赫》原文为南朝著名诗人《暴照》所作 复文表面引用仙鹤飘逸的形貌与武姿 实为比喻君子的超凡脱俗 以优美的书法 刻写这样的复文 立于林波墓前 实在寓意幽远 这一系列的名家书法 立于胡山家境 隐世墓亭 千百年间万人瞻仰 是书法传世 是文明传承 西湖之宾的岳庙 是宋代爱国名将岳飞的目录 其中的悲客极有名声 岳庙中最动人的书法故事 是岳母赐字 1126年 金兵入侵中原 传说岳飞投军临行前 岳母姚氏在他的背上赐下 金中报国四个大字 母亲在儿子的体肤上 血墨相濡的书写 成为中国书法的悲壮传奇 中国书法在许多特别的书写空间里 写出了多少点化人生的励志名 岳庙北碑狼陈列岳飞诗词和奏扎首书 其中岳飞录写的出诗表极为珍贵 岳飞是武艺高强的大将 一首狂草写得剑气纵横 岳飞的金中报国 与出诗表作者诸葛亮的鞠躬尽瘁 四而后已是精益相通的 名相作表名将书字 千古同心可谓双绝 南碑狼主要陈列的是宋元明清以来 历代拜业岳飞墓庙的诗词记文 和重修岳飞墓庙的碑记等 其中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的满江红慈碑 书法出色 词意尖锐 不管后世对文征明的观点有多少解读其意 但他的爱国之心 对岳飞游肥的痛悉之情 乃至书法艺术的杰出 利益角度的独特是令人难忘的 成为宏大岳庙中的人文意境 南碑狼中的历代平调诗文书法碑课 在笔画编纷 文具喷涌之中 流露出了中国人百代不移的爱国之心 书写在公共空间中的书法作品 成为社会情绪的历史共鸣 与岳庙同在西湖名声风景区的千古名茶林隐寺 几乎是一个书画博物院 寺中收藏众多书画珍品 最古老的手写经书 《摩合般若波罗蜜多经》 距今已有1400多年 依然完好无损 《灵隐寺》 原本还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福书写的 匾额及银脸 被誉为当代草生的余佑任 手书续佛惠命匾 至今仍在 自古以来 众多文人莫克都喜欢留书记与骨茶禅邻之中 《灵隐寺》中的名家之作《腐蚀皆是》 佛教是热爱于真实文化的宗教 书法被用来表达慈悲情怀 修行感悟是很自然的 不少高僧大德精通书法 很多书法家甚至拿出时间来 专心抄写佛经 佛教经典屡屡提到 书写佛经是重要的修持途径 古代不少寺院中都有抄经堂 准备笔墨指宴供信徒抄写经卷作为功德之举 其实这是一种书写形式的大众传播手段 中国书法史上有一种被称为经生体的书法提示 它就源于佛教的经书抄写 史自魏晋经南北朝至唐宋 流传有千年之久 是书法史不能忽视的书法形态 其中一部分书写者的功利造诣 常能达到了令人赞叹的境界 抄写经卷是为了大众传播 在石崖上刻写经文也是同样目的 全国各地有很多磨牙刻经 其中泰山金石玉金刚经特别有名 但是这片特别有名的金石 却没有留下书刻者的名字 学者推测 也许是北朝僧人安道一所作 山东邹城的钢山铁山刻经 有安道一的署名 另有几处北齐刻经 也有安道一的提名 这些署名安道一的刻经 都被后世看成典范千载的法书 日本书道协会曾建议中国书法界 确立安道一为书先 以示其成就 应与王羲之书胜并驾齐驱 后世对这位书法高僧的身世经历 所知甚少 应是高僧不投虚名的精神示然 但安道一在用自己的书法传播信仰时 无意间还是流明千古 但它对泰山金石玉刻经 是否该有署名权 还有待更多证据 泰山金石玉刻经 面积2640平方米 共44行 自近50厘米左右 泰山金石玉自体介于立凯之间 结构宽薄雍容 壮实磅礴 从容圆润 被尊为榜书之宗 清代书法家杨守敬 赞为波科大书 此为极则 磨牙与一般石碑不同 磨牙是利用一块自然的山石岩壁 把书写平面略微处理之后 就直接刻字 在粗糙不平的山壁上 字迹与岩石纹理交错 笔画线条也凹凸起伏 有人工与天然之间的造化融绘之感 许多磨牙又刻在峭壁悬崖上 旁有苍松翠柏眼印点缀 夏林身骨俱贺 又飞浦极流硬衬 文字书法也被山水衬托出雄奇高绝的气势 泰山上除了金石玉之外 还有众多的其他磨牙石刻书法遗迹 每一个体制都有一段故事 每一个体制都有一段历史 每一个体制都有典故 或者神话传说 这就是人文 这就是历史 所以自然和人文的融合 在明山宋水的体克当中 表现非常好 非常充分 公元726年农历九月 也就是大唐开元十四年深秋 唐泉宗五龙姬登上泰山 举行声势浩大的风扇仪式 群臣及护从在泰山极顶山呼万岁 极有天下呼应之感 愁愁满志的玄宗皇帝 乐时克明 这就是留存至今的济泰山明 明代诗人王世珍评说 琼崖造天明书 若狼妃奋舞于烟云之表 唐玄宗李隆基以历书作名 书法风格端严雄混 显示了这位大唐皇帝的书法造诣 继泰山明时刻 形式宏伟 气势雄起 视野开阔苍茫 把自然巅峰与人文杰作巧妙结合 造就了千古摩雅杰作 每当天清日朗 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光滑闪烁 蔚为壮观 让后世在泰山绝顶之处 感受到了大唐的绚烂盛世 泰山磨牙诗文的主要书写群体 是历代文人默克 他们登临隐勇 常把诗意感怀刻写于山崖之间 泰山磨牙时刻的刻写年代 从秦至清 书者身份林林总总 书体风格众美分成 内容与诗各出创意 构景社局巧妙非凡 几乎可以说 泰山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书法封碑 碑上刻写着一部中国书法史 五岳独尊史刻群 位于泰山极顶 由五岳独尊 昂头天外 登峰造极等著名诗刻组成 是泰山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观的宏伟结合 与绝顶标志 书法的文化价值 在这里获得了 一览众山小的高度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代宗五岳独尊的地位 是由书法支撑的 泰山令人千古仰望的巍峨 是书法文化构架的 泰山脱具了书法 书法诗化了泰山 在中国自古以来的 大文化生态中 多少鸿蒙自然 与人间场景 都由于书法的托举 而地位提升 都因为书法的点化 而灵光闪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